第一集 才看了几行 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因为我看到了其中有两个很关键的字 选为 这个人是在19岁的时候被选为张启玲的 我愣了一下 意识到原来张启玲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名字 而是一个称号 但是这个称号显然就变成了这个人的名字了 就像成吉思汗一样 人家本来叫铁木针 胖子说 我靠 那这张启玲还是个关键啊 启玲 如果单独看的话 确实是一个有着其他意义的词汇 启玲嘛 撤销王者灵位 运送灵鹫入土的意思 张家为盗斗世家 这张启玲 也许是某个相当重要的职位的代称啊 如果是运送灵鹫入土 那不应该是盗墓贼的工作 而应该是入炼送葬队伍的工作呀 那这张启玲这个职位 可能就是族内专私入炼张家楼的人吧 我点了点头 这是一个很大的发现 而且从这个牧师的大小来看 这个张启玲确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 所以这里才会这么豪华 这么巨大 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棺材里面 里面的海骨因为暴露在棺材外面 很多部分已经成了粉末 棺材里还有些棉絮一样的东西 胖子剥开那些东西 想看看棺材里的殉葬品 殉葬品在尸体的下面 尸体下面的棉被看上去非常整齐 只有一个脚被翻动过 我们把尸体的碎骨剥到一边 将腐烂的棉被掀开 就看到了十几件殉葬品 整齐的摆裂在那里 有各种玉佩 两件已经烂得无法辨认的皮革制品的 另外有三个位置 我们看到了放置过东西的痕迹 但是东西已经被人拿走了 我说道 真的 真的是盗墓行为啊 我一边说着 一边拿起了一串蜜蜡的手链 这是一串金丝老蜜蜡 年代久远 已经发黑了 我一看便知 这是来自西藏的东西 加值连城啊 但是为什么只摸了这几样呢 这串老蜜蜡 最起码值一辆最先进的越野车呀 胖部接过来看了看 直接带到了自己手上 不识货呗 说着他亲了一口 乖啊 别伤心了啊 那些人不识货啊 胖爷我来疼你啊 我说你还能再恶心点吗 我又从整齐的殉葬品中 挑出了一串马脑项链 项链 每三颗马脑 隔了一颗老珊瑚 这也是西藏那边的东西 看样子 这个张启玲 以前应该和西藏某些人 有礼物往来 这些在当时 都是相当名贵的礼物啊 胖子照常收下来 我说 这串珠子 看上面马脑的数量和橙色 价值也相当高 而且你看 这些珊瑚上 都有藏文的名格 说明这串珠子很可能是有来历的 那实际价值可能就更高了 这些东西都没有拿走 那他们拿走的是什么呢 我说了 像咱哥俩这么识货的人 肯定不多吧 或者 他们拿走的那三个东西 价值比这些东西要高多了去了 拿了就能吃几辈子 我看那三个被拿走的殉葬品 在棉被上留下的印记 其中两个 我一看就知道 那是两个环 那是一大一小的两个环 大的 有碟子那么大 小的 好比一只烟灰钢 胖子比划了一下 是玉吗 我摇了摇头 不知道 但是玉环 除非是成色极其好的 否则绝对不会太贵 在鬼影那批人进来的那个时代 那更是如此了 因为古玉这个东西水太深 那个年代玉石的价格 可能只是现在的万分之一 所以 如果单纯从金钱上来推断 我觉得不应该是古玉 而应该是在当时那个年代 非常贵重的东西 那除了玉环 还有什么东西是这个样子啊 难道是瓷器 我叹了口气 值得看向那条长条形的印记 胖子和我一样 看着看着 他忽然说 天真呐 你觉得 这条长印子是不是 有点眼熟啊 我摸着下巴 好像有点 他说的那种眼熟的感觉 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来 那到底是什么 看了半天 我问他 你觉得 像什么呀 他似乎有了眉目 但是抓不到细节 在那里 嗯嗯嗯嗯 嗯了半天 忽然他打了个响指 我抬起了头 他比划了一下 刀 刀啊 黑金骨刀吧 我也比划了一下 不停地脑补那把倒霉神兵的形象 慢慢的 我就开始冒了汗了 确实是黑金骨刀 长短 宽度 都相当接近 我靠 难道这东西是量产的 啊 张家人 人手一把呀 我脑子里出现了一大排 闷油瓶带着黑金骨刀 列队出操的景象 这真是太可怕了 不过 也够气势逼人的 胖子说 黑金骨刀绝对不会有那么多 古时候如果有这样的锻造技术 咱中国早就征服世界了 小哥那把黑金骨刀 是一把做工相当精细的 锻造的非常完美的刀 我提过 双手都很难提起来 这种刀肯定是古代最厉害的工匠打出来的 不说材料难弄啊 刀刃要锻造的完美 还要把重量做的那么重 肯定不是传统工医 打几百次 才有可能成功那么一次 所以这把黑金骨刀 市面上很可能不会超过三把 我盯了盯神 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就对胖子说 假设 当时鬼影他们的队伍进入张家鼓楼 我们几乎可以排除小盗木贼 或者说其他高手进入的可能性 因为进入这里需要太多信息了 不是大组织根本不可能做到 那么这个牧师被窃 基本上就是鬼影他们队伍中的人所为了 也就是说 带走这两个环状物体和这把黑金骨刀的 就是这一批人 最后鬼影队伍中的很多人 因为鼓楼的熏征机关启动了 死在了里面 但是东西肯定是被带出去了 那么当时三叔铺子里出现的那把黑金骨刀 这把骨刀后来卖给了闷幽平了 那这把骨刀是否就是这里被盗窃的这一把呢 我有了一种强烈的直觉 肯定是 否则事情讲不通啊 那么当时考古送葬队伍的人 从鼓楼中带出的黑金骨刀 为何会落到三叔的手里呢 同时为什么进入鼓楼的考古送葬队伍 又开启这个棺木 而开启之后却只拿走了黑金骨刀和那两个神秘的圆环呢 那两个神秘的圆环又是什么东西呢 看来从我接到三叔鸡眼黄沙的短信之前 很多事情就已经启动了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薄一早已经进入白热化了 我正在思考 胖子又叫我 哎 看看这个 我走过去 他蹲在翻开的棺盖上 指了指棺盖内侧刻的族谱 在这个族谱的中心 是棺材主人的名字 刻的是张瑞同 瑞字本的嘛 我心说 前面有个人叫张瑞珊呢 边上的张启玲三个字要小一号 如果看得不仔细 还以为张瑞同和张启玲是夫妻关系呢 这个张瑞同 有六个子女 其中两个也有了后代 胖子指了指其中一个 你看这个名字 我看到这个张瑞同的两个孙子中 有一个的名字 叫张启山 张大佛爷 我挠了挠头 饶有兴趣的呵呵一笑 狗日的 终于找到切实的证据了 张大佛爷 是老九门上三门之首 也是九门中最大的 传说家中院子里 埋了一尊不知道从哪儿到来的大佛 所以被人称为张大佛爷 他的本名叫做张启山 前期盗墓 中期从了军了 后期从了正了 张大佛爷 是老九门中少有的能干大事之人 心怀天下 所以听老一辈聊天的时候 张大佛爷的传说总是让人感慨 之前我一直怀疑张大佛爷和张家古楼有关系 因为当时二叔和我说的时候 说过非常隐晦的内容 张大佛爷从北方前往长沙 似乎本身就是张家一支外迁的族群 当时被日本人打散了 如果不是同名同姓 那这个张启山应该就是张大佛爷 那这个张启陵张瑞同 就是张大佛爷的爷爷 老九门第一族果然是张家人 胖子说 如此说来你二叔说的那些竟然都是真的 我二叔非常聪明 如果他要隐瞒一件事情 他会把无关紧要的 但都真实的信息告诉你 你听完之后以为自己知道了 一查也全是真的 但是背后是否还有隐情 就谁也不知道了 所以他能告诉我的东西 一定是不怕我去求证的 胖子叹了口气 我继续说 张大佛爷一直在主管整件事情 他的队伍进入这里送葬 他们打开这个房间的门 一定不会是偶然 不可能这么巧 一找就找到了张大佛爷爷爷的墓室 所以我相信打开这里的人一定是有张大佛爷的指示 张大佛爷手上可能有一些线索 他让一批人寻找到了自己爷爷的墓室 然后盗取了其中的三件殉葬品 可是其中的黑金骨刀 为何最后会到了三叔的手上呢 胖子问 如果张启玲是一个称号的话 那小哥的真名叫什么呀 会不会是张二狗之类的名字 从穆志明来看 只要被选为张启玲之后 这个人的名字就将被张启玲取代了 小哥叫做张启玲 应该也是被选中的 这一任张启玲的黑金骨刀 最后到了新的张启玲手里 总觉得事情有一些蹊跷 胖子重新去看那穆志明 等等 我刚才忽然有个想法 你看看 这位张启玲他是怎么死的 我静下来 在墙壁上的迎头小凯中 寻找这条信息 很快就在他的生平中找到了 和之前的两位不同 这个张启玲是病死的 在他的生平记载中 他是在一次倒斗的时候 失魂症发作了 胖子问我 失魂症是什么呀 我吸了一口气 就是失忆呀 那一瞬间我有了一丝错觉 难道这个张启玲 就是我们那个张启玲吗 因为同样有着黑金骨刀 同样有着失忆 难道咱们是同一个人吗 但是这具棺材里有骸骨 而且这个张启玲算起来 是张大佛爷的爷爷 那不是得有两百多岁了吗 如果是同一个人 那我们的小哥 不就变成老妖精了吗 我们又在那个房间里探索了很久才走出来 我有点魂不守舍 虽然现在还不敢往下断言 但是我之前预感的 找到张家鼓楼就能获得很多的秘密 似乎是应验 我正在琢磨是继续往前 再找几个房间看看 是否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还是立即寻找通往下一层的口子 就在这个时候 我闻到了一股烟味 我对胖子吼道 你他妈的肺都烂了 还抽那么多烟呢 却见胖子脸色惨白 嘴巴上什么都没有 不是我 这不是香烟的味道 这是木头烧起来的味道啊 我和他对视了一眼 立即就想到之前我们把地板烧了起来 但是随后火就被我们压灭了 难道其实并没有完全压灭 在我们走了之后又死灰复燃了吗 我们立即往回赶 转过几个弯 我一下就看到了火光 闻到了浓烈的烟味 似乎转弯口 后面的走廊已经熊熊燃烧了起来 我们绕了过去 一股热辣扑面而来 我们都惊呆了 我们之前探索过的一个房间 竟然已经全部烧起来了 而且已经蔓延了十几间 整个走廊火舌乱窜 胖子挠了挠丹田 妈妈咪啊 老子没那么多尿了 我们捂住口鼻跑过去 发现燃烧的最猛烈的就是窗户纸 胖子脱下衣服 当做扫把扑打火苗 把离我们最近的几间房间 刚刚烧起来的火苗扑灭 然后冲到了已经着火的核心区域 我紧随其后 我们在那里很命的扑打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才把所有的火苗都扑灭了 我完全蒙了 也不知道是被呛蒙了 还是热蒙了 我头晕目眩地看着四周 一大片焦炭似的区域 无比的惊讶 心说这么大的火 竟然也能这样被扑灭 火势蔓延到了十几个房间 带窗格子的外门全被烧毁了 离着火中心点越远的 烧毁的程度越低 着火点附近的几间 则完全被烧毁 连木志明都烧成了黑毯 胖子剧烈地咳嗽 鼻孔里都喷出血来了 我去扶他 他摆手说没事 好了 好多了 是好事 血咳出来了 呼吸舒服些了 我们的脸上全是黑的 头发也全部被烧得卷曲了起来 身上很多地方隐隐刺痛 肯定是被烧伤了 环视一圈 我无语凝眼 心说什么倒霉事都给我们摊上了 胖子把血吐嘛吐得一边 在还相当烫手的木头上坐了起来 有点虚脱了 毛主席说 行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真他妈太对了 天真啊 我走不动了 休息一下 你得再看一遍 把火星全灭了 我点了点头 你小心自己的屁股 别也撩起来了 说着 我就去采吸那些火星 说起屁股 咱们一屁股压在那火苗上 当时都压灭了 怎么会这么快烧成这样呢 这楼里也没有过汤风啊 当时我们是压在门上 门上面有窗户纸 很可能是火星先慢慢引燃了窗户纸 你说 样式雷也不在这里放几个灭火器 这大型的木结构建筑 最怕蹈火了 没人住 也没有雷能劈到这里 这儿又那么潮湿 着火的概率太小了 你内脏受伤了 就别说那么多话了 能少说几句就少说几句 好好休息吧 哎呀 要胖爷我不说话 还不如直接杀了胖爷我呢 人生无常啊 说一句少一句了 我说的多了 你以后能记得的胖爷我的风采 也就多一点 哎 不对啊 天真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啊 我的鼻子被烟灰迷了 什么也闻不到 什么味道 好像是 茶烧肉的味道 茶烧肉 我说 你你快起来 该不是你的屁股熟了吧 你坐在火摊上啊 放屁 你胖爷我屁股的油肚 肯定不会是叉烧的味道 最起码也应该是北京烤鸭的味道 味道是从哪来的呢 胖子指向了牧室里的棺材 棺材已经烧得塌陷 棺材盖子完全烧没了 早知道如此 刚才就不顶退去了 第二集 胖子把血痛嘛 吐在一边 在还相当烫手的木头上坐了起来 有点虚脱了 哎呀 毛主席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真他妈太对了 天真啊 我走不动了 休息一下 你得再看一遍 哦 把火星全灭了 你小心自己的屁股 别也撩起来了 我说着就去采吸那些火星 哎呀 说起屁股 咱们一屁股压在那火苗上 当时都压灭了 怎么会这么快烧成这样呢 这楼里也没有过堂峰啊 当时我们是压在门上 门上有窗户纸 很可能是火星 先慢慢引燃了窗户纸 哎呀 你说 样式雷 也不在这里放几个灭火器 这大型的木结构建筑 最怕着火了 没人住 也没有雷能劈到这里 这儿又那么潮湿 着火的概率太小了 我说 你内脏受伤了 就别说那么多话 能少说几句 就少说几句 好好休息吧 哎呀 要胖爷我不说话 还不如直接杀了胖爷我 人生无常呢 说一句就少一句 我说的多了 你以后能记得的胖爷我的风采 也就多一点 哎 不对啊 天真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啊 我的鼻子被烟灰迷了 什么也闻不到 什么味道啊 好像是叉烧肉的味道啊 叉烧肉 握上 你快起来 该不是你的屁股熟了吧 你坐在火摊上了 放屁 以胖爷我屁股的油肚 肯定不会是叉烧的味道 最起码也应该是北京烤鸭的味道 味道 是从哪儿来的呢 胖子指向了墓室里的棺材 棺材已经烧得塌陷了 棺材盖子完全烧没了 早知道如此 刚才就不顶回去了 难道是尸体烧焦了 但是刚才我们都看到 尸体是一堆海果 不可能烧出焚烧蛋白质的香味 更不可能烧出叉烧的味道来呀 地板也被烧毁得很严重 我小心翼翼地踩着走过去 用手电筒往棺材里一照 瞬间就一个机灵 我竟然看到了一具陌生的蛟尸 躺在棺材里面 而且棺材里面全是木炭片 这不是我们刚才在棺材里看到的海果啊 这尸体是从哪来的呢 同时我还发现 这不是一具古尸 而是一具现代人的尸体 从装备来看 这应该是小哥队伍中的一个人 不过面目已经完全被烧焦了 胖子晃晃悠悠地跟了过来 端向了片刻 就把手电筒指向了头顶 是从上头掉下来的 砸到了棺材上 我抬头果然看到棺材的正上方有一个裂口 往上是鼓楼的上一层 我自言自语 火把天花板烧穿了 尸体掉了下来 摔进棺材里了 然后就被烧死了 不是烧死的 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惨叫声 你看这个人的鼻子里一点烟灰也没有 他摔下来之前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他应该是躺在楼上 位于这具棺材的正上方 大火烧穿了天花板 他从上面掉了下来 掉进了棺材里 还有这种巧合 未必是巧合 说着 我就让胖子拖我一把 胖子摇了摇头 不行啊 胖爷我老了 这一次换你在下边吧 我看了看胖子的情况 心说也对 于是胖子蹬上我的肩膀 脑袋一伸 正好能探入裂口 于是举着手电往里照去 胖子极重啊 他全身的重量 往我身上一压 我就觉得肚子里有一股气 差点就要挤出来了 赶紧用力紧缩全身肌肉顶住胖子 我看不到胖子在上面干什么 只听他叫了一声 我靠 我咬牙问有什么 找到他们了 老太婆和小哥都在 不过 不过什么呀 你先别上来 你上来了可能接受不了了 情况不妙 我先看看吧 胖子上去之后 我听到了各种声音 他的咳嗽声 各种东西的拖动声 这些声音一共持续了十几分钟 我在下面终于等得不耐烦了 不安的问 怎么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他们怎么样了 我心中特别忐忑 我听到老太婆和小哥都在的时候 心里已经紧了起来 然后胖子又告诉我 我上去可能接受不了 我真的接受不了吗 未必 我真的觉得未必 在我进入鼓楼的时候 就已经在心里非常明确的告诉过自己 我很可能会面对一些死亡 我是有这样的预判的 在更大的层面上 我从一开始就在做他们已经死亡的心理建设了 所以死亡我是可以面对的 只是过程并不特别舒服而已 我问了好几遍 胖子才探出头来 你上来吧 我心说你就随口说一句都死了 有什么问题吗 非得我自己上去看哪 我伸手抓住胖子 蹬住已经烧焦的棺材边缘 勉力爬了上去 上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夹层 大概一米二三的层高 我看到里面挤满了人 全是霍老太婆队伍里的人 整个家层里有一股难以形容的臭味 屎尿的味道 腐烂的味道 几乎已经混合得无法分辨了 我捂住口鼻 看到地上有好多液体干涸后的痕迹 液体应该是从这些人躺的地方流出来的 在墓地板上已经干了 留下深红色的印记 胖子不停地咳嗽 基本上都死了 我环视四周 在黑暗中很难辨认这些人 我首先辨认出来的是霍老太婆 因为她的特征非常的明显 我爬过去 来到她的身边 我发现她已经死了相当长时间 连眼珠都已经浑浊了 变成了琥珀一样的颜色 嘴巴张得很大 面部表情看起来特别不安详 她一定死得相当不甘心 我叹了一口气 说实话 我对霍老太没什么感情 但是她毕竟是一个长辈 看到认识的人变成了一具尸体 我还是无法抑制心中的悲怯 继续往边上看 我看到了好几个我认识的面孔 可如今他们全都已经僵硬了 死亡之后 屎尿横流 这些平日里叱咤风云的好手 现在全都变成了这副模样 有点不堪入目 我的心已经完全沉下去了 知道一切都完了 小哥呢 虽然和那个鬼影说的不同 他们似乎找到了一个 可以躲避简性雾气的地方 但结果还是一样 出奇的 我并没有觉得悲伤 但是我能感觉到一股非常强烈的情绪 随时会喷涌出来 这种情绪超越了所有的感觉 她的名字叫做崩溃 但是我硬生生的将她抑制住了 不知道是我逃避现实的功力 长进到了一定境界 还是我的思维 无法接受这样的信息 选择了自我照顾 胖子用手电 照了照旁边的角落 那里有一堆衣服 她对我说 你先别过去看 咱们先看这里 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这里太臭了 我心中暗骂 你还能再无情点吗 小哥都死了 你还钱抽啊 想着就走了过去 撤开那边的衣服 我一下就看到了小哥 缩在那对衣服里的脸 我愣了一下 顿时僵硬住了 那一瞬间我的脑子变成了一片空白 我无法描绘我心中的那种空白 忽然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 死了 开玩笑吧 真的死了 我 这是哪门子国际玩笑啊 我拍了拍她的脸 我让 醒醒 回家了 忽然我就觉得很好笑 我转头对胖子笑了去 你看看小哥 我知道 胖子在一边说的声音很低沉 接着 我的手开始不受我自己控制的发起抖来 我看着我的手 发现心中没有任何的悲伤 我的意识并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我的身体已经本能地感受到绝望了 心说你妈的坐实了 真他妈死了 闷游瓶 真他妈死了 这个世界上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 闷游瓶竟然也会死 这个张家古楼 真的太厉害了 我一直觉得鬼影是在危言耸听 如今只觉得天选地转 闷游瓶 就是一个奇迹 他的死亡 忽然让人觉得整个世界变得无比真实和残酷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奇迹 难道都不能是永恒的吗 还是说 原本就没有奇迹这个东西 一切都是巧合 现在 巧合终于不在了 过了很久 我才开始感觉到一股淡淡的悲伤 我能感觉到我的本能正在强压下崩溃的情绪 但是情绪的高压锅里 还是有各种不舒服的感觉露出来 我觉得 我不能放任自己的情绪 一旦悲伤 我可能也会在这里死去 我心中的感觉 特别奇怪 我不仅仅仅是伤心 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能理解我这种复杂的心情 首先是绝望 然后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我眼前所见的东西的不信任 我的脑子空白了很长时间 心中的各种情绪才翻了出来 我之前一直在想 如果孟游瓶死了 我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想过 也许是无比悲伤 也许会因为想的太多了 做了太多次心理建设而变得有些麻木 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接受 如今真的碰到了 反而变成了我自己都无法处理的怪心情 在这以后 我一直在一种纠结之中 不知道该不该伤心 还是假装镇定 忍住痛苦 最后 还是前者慢慢占了上风 我在他的尸体边上 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呆呆地看着 可就在我刚觉得眼泪准备要流下来的时候 忽然我看到孟游瓶的手 动了一下 在地板上滑了一下 胖子在一边叫道 你干什么呢 别看了 快点来帮忙 我的眼泪还是因为惯性掉了起来 但是心中的感觉无比的复杂 转头就对胖子结巴头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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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炸湿了 我靠 小哥能炸湿 那该是多牛逼的粽子 哎 粽子之王啊 你他妈的别胡扯了 你快点 他 他 他真的炸湿了 顿时我心中有了无数的联想 我想到小哥要是真的变成僵尸了我该怎么办 难道我们要和一具僵尸一起去盗墓吗 那就不是盗墓了 那是属于外交活动了 胖子看我的表情奇怪就问我 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说着他走了过来 踩走了几步 忽然边上另一具尸体也动了一下 胖子竟然不害怕 静止走到我的边上 我指着刚才他经过的那具尸体接巴头 那人 那人也动了 这 这里是养尸地吧 啊 他们都扎尸了 什么养尸地呀 这些人都还活着呢 哎 我无法理解 活着 我没说这都死了 好多人都活着呢 不过情况不太好 你快点看看 四周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水啊 药品什么的 活着的人都得喂点水 我才意识到 他刚才说的话是这个意思 你他妈不早说 我被你吓得半死 我和你可不一样 你呀就惦记了生死 可我惦记的是能救几个人 小哥的脉搏还稳定 我刚才摸了 这里有几个肯定不行了 你快点临终关怀 顺便抢救一下 我看了一眼小哥 他的脸色非常的苍白 看上去和周围的尸体无异 我上去摸了摸他的脖子 真的有脉搏 但是脉搏跳得并不强劲 显然他的身体状况 已经非常糟糕了 刹那间 我所有的情绪 都像退潮一样退了下去 整个人就软了下来 我几乎眼前一黑 就要晕过去了 心说狗 吓死我的小心肝了 胖子又拍了拍他的手 吸引我的注意力 快救人 小哥没事 别光顾着小哥 这些人都是爹妈养的 胖子说的对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救其他人 而只救小哥 也是违反了 我自己做人的原则 我深吸了一口气 让心中那种情绪剧烈变化 引起的疲惫感散去 顶了一下神 我走到那些人身边 从他们身上翻出了水壶 里面的水放得太久 有点变味了 我们把消毒药品放到里面 然后一个一个的 找那些还有脉搏和体温的人 一口一口的喂他们喝水 那些人几乎都没有知觉 身体已经衰弱到了极限 有些简直和尸体是一模一样 我问胖子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啊 是中毒吗 胖子扯开了这些人的头发和衣领 我看到他们身上已经溃烂了的皮肤 你看这里很多的缝隙中 塞满了布条和油辣 基本上把这里密封了 虽然这里雾气的含量非常少 但是那种雾气还是有剧毒的 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 也会慢慢的吸入很多 还是会中毒的 你摔进氢化甲里是一秒死 你吸一口氢化甲也是一秒死 这是一个道理 你这没文化的竟然还知道氢化甲 当然了 看过侦探小说的人都知道 氢化甲和货源甲都是我的偶像 那 那这些人怎么办呢 你看他们带的药品里 有可以使用的东西吗 如果有可以使用的 他们早使用了 但是你发现没有 他们都没有带防毒面具 看样的防毒面具 对于这些毒气没有什么作用 我心中觉得奇怪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 能带上防毒面具的人一定会带的 就算没有用 求个心理安慰也好啊 我看到好几个防毒面具都散落的四周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问他 你上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胖子点了点头 我想了想觉得不对 你错了 他们之前肯定是带着防毒面具的 不过显然有人发现过这个地方 有人检查过他们的脸 想看看哪些人死了 所以把防毒面具拿下来了 胖子听了就点了点头 有道理 那 那是谁的 我想了想 觉得最有可能的 是他们的意见产成了分歧 队伍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可能是由孟游平带领的 另一部分是由霍老太婆带领的 然后霍老太婆遇到了什么危险 孟游平过来救他们 来了之后 发现霍老太婆已经不行了 同时 孟游平 也被 困住了 第三集 胖子扯开这些人的头发和衣领 我看到他们身上 已经溃烂了的皮肤 你看这里 很多的缝隙中 塞满了布条和油浪 基本上把这里 密封了 虽然这里雾气的含量非常少 但是那种雾气 还是有剧毒的 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 也会慢慢的吸入很多 还是会中毒 你摔进青花甲里是一秒死 你吸入一口青花甲也是一秒死 这是一个道理 你这没文化的竟然还知道青花甲 当然了 看过侦探小说的人都知道 青花甲和霍原甲都是我的偶像 那这些人怎么办 你看他们 带的药品里 有可以使用的东西吗 如果有可以使用的 他们早使用了 但是你发现没有 他们都没有带防毒面具 看样子防毒面具 对于这种毒气没有什么用 我心中觉得奇怪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 能戴上防毒面具的人 一定会戴的 就算没有用 求个心理安慰也好啊 我看到好几个防毒面具 都散落在四周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问胖子 你上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胖子点了点头 我想想 觉得不对 你错了 他们之前肯定是戴着防毒面具的 不过显然有人发现过这个地方 有人检查过他们的脸 想看看哪些人死了 所以把防毒面具拿下来了 嗯 胖子听了 就点了点头 有道理 那是谁呢 我想了想 觉得最有可能的 是他们的意见产生了分歧 队伍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可能是由闷游瓶带领的 另一部分是由霍老太婆带领的 然后霍老太婆遇到了什么危险 闷游瓶过来救他们 来了之后 发现霍老太婆已经不行了 同时闷游瓶也被困住了 因此这里的人才有两种不同的状态 一种已经死亡了 一种还有最后一口气 闷游瓶进来之后肯定也中了毒 但是毒应该是已经散去了 所以他撤掉了这些人的防毒面具 想看看这些人到底是谁 我觉得照现在这种情况来看 这是最可能发生的 不过想着想着 我就意识到不对了 也有可能是求得考的人 进来之后发现了这里 我想起了小哥的那把刀 在求得考手里 说是其中一个伙计带出来的 看来那个伙计应该是刀过这里 即使他没有刀过 肯定也有人把刀 从这里带了出去 交给了他 我想起了那个伙计可恶的样子 和他看我的眼神 心中还是觉得奇怪 那种眼神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谁也不知道 现在也无法去求证了 我们在这个密室的四周寻找 找到了一个可以出去的暗门 这里应该是堆放某些正规的殉葬品的隔间 我打开门之后 就发现门口堆满了东西 各种各样的奇怪的清华瓷瓶 但是最值钱的不是瓷瓶本身 而是瓷瓶里面卷着的那些紫花 这些东西全部被凌乱的堆放在密室外头 我一眼就看明白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密室 以及霍老太婆 为什么会进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这是一个字画室 这里面可能堆满了各种名贵的字画 这些字画如果泡在强简物器之中 是绝对无法保存的 当时设计张家鼓楼的样式雷 一定是为了保护这些字画 特地设计了这间密封的小屋子 霍老太婆肯定是看了样式雷的设计图 才发现了这个房间 果然是高手啊 如果不是这一招 他们现在很可能已经完全融化 我只能看到很多满是干肉的骸骨了 那时候我只能依据骸骨手指的长短 去判断哪个是闷油瓶了 我们把所有还活着的人 全部抬出了这间屋子 出去之后 就是一条很长的走廊 结构竟然和厦门一样 全都是一间一间的屋子 我们也懒得去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在走廊上 把所有人都一字排开 然后开始一个一个的抢救 这种强减雾气的毒性 作用于人的呼吸道 一定是呼吸道溃烂 导致了呼吸困难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搬动 搬出去的几个人几乎是刚被放下 其中最衰弱的立马就断气了 那种感觉很不好受 好像是我们谋杀了他们一样 一路想尽了所有办法 终于轮到闷油瓶了 从闷油瓶被发现的状况来看 他用身上所有的东西把自己紧紧的包裹了起来 他身上的纹身已经能看到了 说明他的体温现在已经相当高了 胖子说 小哥这情况难不成是把自己的呼吸调到了最微弱的状态吗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归吸法吗 你在说这种词语的时候 能别用那种港台武侠电影里的口气吗 狗儿的归吸 老子还吸鬼呢 他就是先把自己的身体弄得非常虚弱 进入到一种深度昏迷的状态 心脏的跳动也比较微弱 这样血压就非常低 用衣服裹紧自己 尽量减小自己的皮肤与空气接触的面积 这样能减轻中毒的程度 所有人中只有他中毒的程度最低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他怎么把自己的身体弄虚弱呀 和自己说 我很弱 我很弱吗 你不觉得听了都想抽自己吗 你能把自己也搞成这样吗 这个 这 这你就不懂了 胖子指的指小哥的手 把闷牛瓶的手翻过来给我看 我看到闷牛瓶的两个手腕上都有伤口 要虚弱 放血就可以了 小哥对于怎样放血 肯定比我们精通的多呀 地上的那些红色的印记 看来除了其他人的屎尿之外 还有小哥的血呀 我看着这些人有些害怕起来 如果再来一次 我们很可能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们两个人 这里这么多人 我们带不出去呀 胖子挠了挠头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我觉得 咱们把小哥一人带出去就很好了 继续留在这里 谁也没戏 我们也得倒霉呀 你刚才不是说要什么雨露均粘吗 救人归救人 但是当你发现已经救不了 你也就不要强求了 胖爷我是个特别功利的人 以胖爷的身体再扛一个人出去 肯定是不行了 我和他们也不熟悉 他们可都是在这一行中 比我混得好的 大家都应该有觉悟 你背上小哥 然后我搭一把手 我们赶快走 是真的 我想了想 看了看地上 那几个没有知觉的人 心说如果是我躺在这里 会希望在自己昏迷的时候 别人进行这样的对话吗 那我们出去之后 还进来吗 再进来一趟 把这些人 还有霍老太婆的尸体也带出去 哎哟我靠 你他娘的还嫌不过瘾呢 这鬼地方真他妈邪门啊 胖爷我从来就没怕过斗 但是这股楼我进来 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天真啊 我和你说这些人等你再进来的时候 早都挂了 你来了也是白来 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上纠结这些 我知道胖子是在骗人 胖子的思路其实很简单 我先尽力救 这是第一原则 但是救不起来我也不强求 也不会背负任何道德约束 胖子是活得相当明白的人 很多时候 他这种傻逼呵呵的活法 还真是让我佩服 我们没有再讨论这个问题 我走回去 看着霍老太的尸体 就想着回去 该如何对小花说 当然 其实霍老太真的已经活得相当够本了 这辈子精彩绝伦 牵扯的几个男人 也都是一方枭雄 是平常女子见识都见识不到的 只是霍老太死了 小花回去该如何交代 活着 现在一团混乱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霍老太的尸体虽然形如枯稿 但是要带出去 也是相当困难的 我可能不能把霍老太的尸体 全都带出去 但是我带哪个部分出去 才能达到死要见尸的目的呢 答案非常明显 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来 我该怎么去把霍老太的头割下来 我在想 要是霍家的人看到霍老太的脑袋 该是什么表情 这死要见尸 真见了尸体 该不会直接发飙吧 不过盗墓贼家族 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 和寻常人家是不同的 小花肯定也需要这点东西 即使她不会被陈列出来 给霍家所有的人看 应该也会陈列在 霍家一些能做主的长辈面前 然后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 但是我怎么想 都觉得这行为实在不是我自己可以承受的 我在霍老太的尸体面前 磕了好几个头 然后对她说 婆婆 您知道我想干嘛吧 您也很疼小花 我真的是迫不得已 您要是没意见 您就别动 说完之后 我看了看尸体 发现尸体确实没动 谢谢婆婆 我偷偷告诉您 我爷爷最喜欢的还是您 您要是也喜欢他 就托梦给我 我把您买我爷爷边上去 不让我奶奶知道 胖子在边上就骂道 哎呀 你个卖奶奶求生的怂货呀 你爷爷在下面说不定已经三七四七了 你把老太婆弄下去 又是血雨腥风啊 哎呀 管不了那么多了 人在江湖飘 怎能不挨刀啊 说完我就觉得自己他妈的简直浑蛋到极限了 我抽出尸体身上的刀 在霍老太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闭上眼睛 咬了咬牙 然后转头对胖子说 胖子 我有一活 你要帮我办了 我给你六十万 胖子在那边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整理出来 转头问我 干嘛呢 咱俩你还这么客气 说什么活 简单活 我就给你打折 你帮我把婆婆的头给切下来 胖子看着我 就呆住了 你 你疯了 那秀秀不杀了你啊 我把我的想法和胖子一说 胖子想了想 这事情我真没干过 虽然我是盗墓的 但是 这 这亵渎尸体 还是熟悉人的尸体 我还真没干过 我 我真干不出来 我叹了口气 就问胖子 那 那怎么办 啊 你给我想个折 胖子想了想 嗯 八十万 八十万我就干 接下去的过程 我不忍赘述 只知道 从霍老太伤口流出的血 都是黑色的 我们弄了几个背包 把该带走的东西 全部装进了 其中的一个包里 在小哥的背包里 我们发现了 两个奇怪的圆环 一看就知道 是刚才在棺材里看到的 那两个印子的始作俑者 这东西在小哥的背包里 想必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全给塞进了包里 闷油瓶依旧没有醒 我把他背起来 死死地绑在了身上 小哥的体重 其实适中 他身体的肌肉含量特别大 所以虽然他的身材 看上去很消瘦云尘 但是他实际的体重 比我上次扶他 感觉要重得多 胖子背着其他所有的东西 和霍老太的头颅 我们计划是原路返回 在临走之前 我们把还有一口气的人 全部送回到了密室之中 虽然知道 他们肯定不可能等到我们下一次进来了 但是我们还是留下了一些水和食物 如果他们和那个鬼影一样 最后能幸存下来 那我们留下的就是一线希望 说真的 做这种选择很难呢 我心中也很难受 但是我告诉自己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只能做到这么多了 还是从烧出来的那个洞口下去 来到了之前走过的那一层 我问胖子 还要不要继续往上走 胖子说 狗儿的 我们的目的就是进来救小哥 现在小哥救到了还不快溜啊 上面就算有无数个俄罗斯大妹子 跳着钢管舞 我也绝对不上去了 张家鼓楼上面还有很多层 每一层应该还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的情况 但是此时我也少有的恐惧感压下了我所有的好奇心 我们一路小心翼翼的往回走 很快我们就到达了底楼 我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双脚都在不自觉的抖动 平时这种粗活都是胖子的 现在我感觉自己简直快要猝死了 没想到背一个人竟然能这么累 胖子背着其他东西也是累得够呛 他停下来点烟 哎呀 先等等 咱们不能从原路回去 那东西肯定在那里等着我们呢 就算不等着我们 那流沙层也他妈太难走了 那么多奇怪的虫子 我们下去肯定会倒霉的 咱们得找到小哥进来的路线 之前那个铜门是封闭着的 小哥他们一定不是从我们来时的路进来的 我心说怎么找啊 这家伙现在深度昏迷着呢 胖子突然说 看地上 我低头一看 发现地上全是凌乱的脚印 我用迷惑的眼神投降了他 你和我在一起 我觉得你慢慢就变笨了 你看门口到这里 我按胖子说的看去 就意识到他在说什么 门口进来 只有两道清晰的脚印 一看就知道 是我和他的 小哥他好像不是从门口进来的 你看 这里的脚印非常的凌乱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小哥鞋底的花纹 找出他们是从哪进来的 我低头看我们脚下无数的脚印 就明白胖子的方法是可行的 我们一路按照他的方法倒退着寻找 很快就来到了几根柱子的中间 我们发现 闷游瓶的脚印 竟然是来自于一根柱子 我摸了摸下巴表示疑惑 难道是从柱子里走出来的柱男 胖子一下把脸贴了上去 仔细看这柱子的细节 这根柱子上 丢满了皮修样式的花纹 这在古墓里真的是相当少见 我很确定这花纹是皮修 但是在这些皮修身上 我发现了有一些麒麟的鳞片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新式的混合神兽 要么就是样式雷弄错了 不过雕刻的这么认真 感觉上错误的可能性不大 胖子摸着那些皮修的屁股 忽然就放手 转身到了另外一根柱子上去摸 来回摸了好几十遍 就对我说 温度不一样 这两根柱子的材料不一样啊 这一根柱子好像包着什么金属 但是特意做上了和另外一根完全一样的气功 这么说啊 这里面有机关 那还用说吗 小哥的脚印是从这里出来的 这里肯定有机关 这个地方可能才是进出这个鼓楼的正规秘密通道 你且让我好好的按动一些 其中有一个肯定有蹊跷 说着胖子就要脱外衣上去好好研究 我急忙去阻止 这里的粉尘只要一沾断 你浑身上下就会骚痒无比 那滋味比死还难受 并且一挠我 一块皮就跟着下来了 没什么 好